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盘棋 请各位看一下大棋盘 此时呢 黑棋的上一手棋 在这个位置尖顶 这手棋充满了强烈的火药味 因为白棋的这一手棋呢 它是不但想出头 同时呢 它还想把这个正面啊 抢到 所以黑棋予以了最强烈的反击 从这个方向肩顶过来 因为我们都说 陆斧正正面 所以此时谁能掌控住中斧的这么一个正面的方向的话 变得尤为的重要 一个是因为 在这个局面下 黑棋右边以及白棋下面的这个子 都是处于一个非常广阔的状态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 在中间 如果是白棋的子多的话 那这个子它就不用担心了 而且在右边 白棋可以再随意的进行这个打入的选择 那如果说是黑棋抢到了正面 那么这个子一下子就陷入到了黑棋整体的这么一个包围当中 此后黑棋可以即攻击白棋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把右边的空 把这个虚空变成实地 所以 这么试想了一下以后 中间的这个头 非常的重要 那怎么来把这个头抢到自己的这个手上 怎么来掌控它呢 此时黑棋的这个尖 它也是有非常浓厚的这么一种 掌控中间的这么一个情节 所以 如果 白棋简单的 就是我们的第一杆啊 如果说走这 黑棋肯定是把头扳过来 因为有了这个交换 现在如果白棋胆杆从这里走齐的话 那么 黑棋这一冲 然后一段 可以说 现在白棋的形状 它的气很紧 所以它不敢在这里轻举妄动 这个段非常的厉害 如果说 我们退一步 跳一个 且不论这个棋是否黑棋有从这贴完了以后 直接断的手段 白棋有可能从这边点刺去引针 即使没有这样的下法 黑棋简单的尝一个 白棋还是没有很好的下一手 贴是不敢的 这个被黑棋冲断了 如果走这边的话 我们说 正面 还是被黑棋抢到了 那如果不退 从这边长 这也不现实 黑棋简单的 这一般就把你白棋两边一分为二 这个作战 白棋是万万抢不到有力的 那这个时候 白棋怎么办呢 如何能够很好的把这边的一个正面抢到 这就是此时白棋需要去考虑的问题 如果此时给大家一定的时间 告诉我们其有在这个局部 围绕这个局部去进行思考的话 我相信有一部分的其有还是可以 想得到这个正解的答案 白棋挤上来 在对方威胁你的断点 企图对你进行严厉打击的时候 不但不考虑自己的问题 或者说不但不选择退让 而是以退为进 挤进来 这手棋 从思想思维方式来说的话 很有跳跃性 从力量上来说的话 充分体现了 范映这位年轻的棋手 他朝气蓬勃的一面 可以说这两位对局者 都是我们目前国内非常年轻 但是又很有实力的小将 黑棋呢是谢尔豪三段 白棋是范映五段 这盘棋呢是在2016年的 个人赛当中的甲祖 第六轮 此时呢 范映 范映如这个一记绝尘啊 五连胜 在第六轮当中 与谢尔豪相遇 应该说 这两位棋手 呃年龄似乎都还不满18岁 非常的年轻 曾经也是属于在道场当中 嗯 是可以算是非常年轻的小棋手 这样的行列 啊 我记得我在北京的时候 这两位棋手还非常非常的小 但是啊 那一眨眼的功夫 他们已经在国内的棋战当中 是出路头角 而且呢 也是充分的体现了 自己的这个实力 尤其是在这个2016年的 个人赛当中 范映五段啊 最终是以九战全胜 这样的成绩夺冠 其实个人赛是一项非常传统的 国内的比较高级别的这个赛事 它区别于我们的头衔战呢 它是以一种积分循环的方式来比赛 可以说个人赛也是孕育了 很多职业顶尖高手的这么一个赛事吧 因此能够在个人赛 这个高手云集的这么一个比赛当中 达到九战全胜 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绩 据我所知的话 至今夺冠的棋手 几乎是没有能够最终是拿全胜的这么一个成绩的 所以 以此也可以体现 反映他的水平是非常的有实力吧 同时他的对手谢尔豪 其实也是在去年也是进入到了 世界大赛的这么一个舞台当中 因此呢 我们也特别期待我们的年轻的小将 能够层出不穷的继续奋战在这个国内甚至是世界 其谈的这么一个一线上为我们带来这种更精彩的对局吧 然后我们回到了棋局上 白棋这个棋 非常的厉害 现在黑棋 想了半天 原本是要给白棋致命一击的 但是反过来被白棋这一棋 黑棋觉得没棋下了 很有意思 如果说长的话 白棋会继续断上来 黑棋在这个转瞬之间 突然发现自己的棋 也并不是很厚 如果你走这个 白棋可能打完这个收器 跟你对杀 黑棋心里没底 如果在这边轻易的做任何的打吃交换 白棋它都跟着你走 如果说吃的话 那这个时候它就可以 从这边翻吃过来 所以实战白棋这一棋 一下子 用我们现在流行的这个话 就是黑棋就懵了 虽然说这首棋 并不是说它有 很丰富的这个计算和变化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 这样的棋感的话 你就很难会去 往这个方向去考虑 白棋这一棋 黑棋小了半天 老老实实接上 这样呢白棋再一推 我们就能看出区别了 就等于是在这个时候 本来被黑棋一搬 白棋连这个搬头都不敢 但是现在呢 它有了这个挤 做交换 现在恐怕是黑棋 是不敢从这边打了 因为它如果打一个的话 白棋它肯定是长出来 如果黑棋胆敢再长 白棋这一小间 这一块是又被 白棋包在里面了 所以实战就是这么 差这样的一手棋 就差这么一个回合 在中间的掌控权 就变成了被白棋所占据 这一下子后包差了非常多 而且白棋还不依不饶 黑棋感到很头疼 但是又没有脾气 这样可以说白棋在 这个战役当中 通过这一挤 充分的把自己的这个头 走畅了 而且走到了 非常重要的中间来 其实我们都说这个 为什么要强调入府真正面 虽然可能有棋有 会产生一些疑问 不是在最开始 我们学棋的时候 就学过非常有名的一句 叫做金角银边草肚皮吗 那都说这个中间是 最没有价值的棋 为什么还要有这个 自相矛盾的这么一个说法呢 其实并非如此 我们所说的金角银边草肚皮 是在比较广阔的 这个或者说比较早的 这样一个时候 因为围棋是讲究子孝的 你可以只有在脚上和边上 是可以用更少的子力 去围更多的空 而在中间的话 你如果一旦要围一块空 你是需要把四周 全部都有子 才有可能围上一块空 以这样的一个子孝 作为分析的话 那当然是在脚上和边上 更占优势 但为什么又说这个 入伏真正面啊 还有我们说的这个高者在府 因为通盘情况下 围棋它是以一个整体 作为整盘棋的这样一个 运算和构思的 所以很多时候 中间的这么一个掌控权 它完完全全会影响 会辐射到整盘棋的各个层面上 就比如说这盘棋 双方在这两手棋的这样一个简单的刀光剑影当中 就是在为了争夺中间的这么一个掌控权 所以我们看似是自相矛盾的棋里 关键是要看我们如何去分析和理解它 甚至在这个去年的人机大战 也就是AlphaGo与李世世九段的对峙当中 我们看到 其实这个计算机 它很多时候的走法都是在强调中间的重要性 包括我们所熟知的那一部非常著名的尖冲 在我们看来第一感觉非好棋 可是在下了几十手之后 那手棋就充分的在中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这么一个作用 所以我们以此可以得到一些借鉴和启示吧 就是关于中间的这个重要性 要如何去理解和如何运用 这盘棋它下的很好 所以可以说是行云流水 在这边把黑棋赶回家了 而且是让它以这种很狭窄的这种空间回去 一旦白棋厚了 我们来看为什么说这个中间有这么重要呢 就是下一手棋 白棋从这边它可以碰上来 这个地方它是没有子 这样的话呢 白棋一碰等于这一块棋 它原本是被黑棋攻击的这么一块目标 由于走到了正面 它的这个应该说死活问题暂且不用担心了 所以才能够有更强的这个后续的下法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强调中间的重要性了 这么一走 然后黑棋从上边搬 白棋在一场 黑棋压一个 白棋在一搬 接上 这样一退 白棋因为中间的这么一种影响力吧 使得在这边作战呢 它又获得了一个成功 把黑棋 分开 接下来呢 黑棋要活脚 只能打吃 但是这块棋被白棋再一尝的话 整块棋又没有眼 还得往外跑 如果你走这边的话 白棋这一站脚上 整个就被一锅端了 所以这盘棋呢 可以说白棋这一步棋 奠定了最后的圣机 各位企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 奇思妙想 我是王湘如 今天呢 给大家介绍的 这盘棋 取财鱼 2016年 百灵杯半决赛 三番级的第一局 两位对局者呢 是 呃 直黑棋的一方 是中国的 可以说是 时下啊 我们的当红小生 陈耀叶九段 白棋呢 是韩国非常年轻的 职业棋手 现在实力也是非常强 深圳续六段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百灵杯 最后的决赛是 陈耀叶战胜了 柯杰 捧杯 所以在半决赛的 这个结果呢 大家也就清楚了 那这盘棋呢 是三番棋的第一局 陈耀叶的黑棋 此时我们来看一下 棋局的这个情况 似乎黑棋 这边的这一块棋 被白棋 以这个打吃的形式 包进来 如果说黑棋要突围的话 必须以打胜这个结 作为这么一个基础 所以看上去 黑棋的形式 并不是非常的乐观 此后呢 这个实战的进程 也是奠定了这盘棋 最终黑棋能够获胜的一个基础 所以我们要来替黑棋想想办法 如果现在直接开截的话 就显得有点游泳无谋了 白棋这么一提 黑棋看一看全盘 找不到很合适的结材 这边无论你走什么 白棋 下一步棋肯定闭着眼睛 把结一削 这个是天下大结 如果你从这个方向吃 那也绝对不能忍 能看到的结材 可能是点刺 但是这首棋非常的损 我们都说打结的时候呢 你尽可能的找结材 要先找不损的结 那如果黑棋 就是迫不得已 只能找这样的这个损结 再把这个提过来的话 可能白棋它就算了 即便黑棋再吃过来的话 这一步棋 因为非常损了以后 白棋 从这个方向点过来 黑棋这块棋 还很难受 所以现在呢 黑棋如何找结 如何来开结 选取什么样的时机来动手 都是此时非常关键 甚至是影响到胜负的 这么一个环节 那我们来看一下 陈妖艳是怎么下的 拖一手 这手棋相对于这个 点刺来说 没有那么损 而且是一部本身结材 白棋当然是会跟着走 然后 黑棋下一手棋 注意它不是在这退的 退一个就是收关了 也不是断 断上去被白棋吃 这个太损了 黑棋 往这 挤上来 这手棋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它是在为这个 开结做准备 那就是续结 续结材同时呢 也不能下太损的棋 所以黑棋的 这个环节是需要 非常小心谨慎的 白棋粘住 然后黑棋开结 搭上来 请预结先提 接着黑棋 把这个贴回来 当作是结材 白棋接住 能够让陈耀叶 陷入到这么一个 可以说是暂时的困境当中 可想而知 白棋深真序 也绝非是等先之辈 据说深真序 是李世十九段的弟子 李世十九段 一共有两个弟子 都姓深 一个就是 这盘棋的这个对局者 深真序 还有一个呢 是叫做 深敏郡 两位的实力都非常强 不过以现在 在这个世界大赛上 体现出来的成绩的话 似乎深真序 要更为出色一点 而且年纪都非常小 深真序 似乎只有 十六七岁的一个年纪 也是我们可以看到 随着现在 讯息化的这么一个高速发展之下 骑手出成绩的年龄也在越来越年轻化 包括像柯杰 夺得世界冠军的时候也是未满二十岁 非常的年轻 接着我们看 黑旗找完了这个节提过来之后呢 白旗粘住了 因为 我们刚才说 黑旗在其他地方很难找节 白旗也同样如此 因为这首旗如果被提掉的话 这关系到黑旗整个的后把问题 这个价值太大了 白旗也不能承担这个风险 所以他 粘住 黑旗通过这几首旗 把这个节可以算作是打赢了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 黑旗之所以这么下 是因为他还要顾及的一块旗 就是左下边这一块旗 不单要把这个节打赢 同时呢 要把两边都走强 这是黑旗给自己定了一个 非常难以完成的任务 白旗打吃 先打吃一下 然后再拐回去 这样呢 黑旗吃一下 在不知不觉当中 白旗 凭空多出来了 这么三个子 这样一块鼓起 互相牵制 黑旗觉得 可以满意了 再吃回来 所以其实 我们通过黑旗的这个下法 了解到 在这种打节的时候 你应该去怎么考虑你的节财 或者说 在续节的时候 应该有怎么样的一种构思的方式 同时 对于高手来讲 他们对于这种 旗行的 这种厚薄的掌控 他们是非常的敏感的 黑旗在这费尽心思做的事情 无非就是 在通过自己想连的时候 如果你要断掉我 那你要付出的代价 就是自己 也多了 这么一个小小的负担吧 而且这样走了以后 在这一代 黑旗如果以后 从这边冲过来 把白旗 可以这块旗给断掉 但是这手旗 是一定要谨慎的 就是 虽然我们看高手旗 他们非常强调 把对方的这个 不活的旗断开 但是呢 这个断本身是要有 一定的墓术价值 像这样的棋 我们通常会称之为是 单关断 那你 一旦你为了去断开它 而走一步 本身没有墓术价值的棋 那你这个时候 一定是要 想清楚 一定要做好 这个万无一失的准备 很多时候可能是 已经是决定下死手 去杀对方了 才会走这样的 这个 在墓术上会承担风险的棋 而更多时候 高手更擅长的是 逼迫对方 以单关的这种形式 连会去 这样他的指效 就会变得很低 接着呢 我们再看白旗打持 黑旗接住 这块旗 如果白旗自己 单纯的跑的话 可能黑旗就不活了 因为黑旗这吃完了以后呢 这块旗已经是 可以算作是火旗 当然如果一定要较真的话 白旗在这个局部 它搬一个 黑旗还没有 完完全全是近火 因为 从这个局部上 它粘住 你作眼的话 它这一吃 黑旗并不是一个 两眼作活的状态 但是真要让白旗 使出这一招来杀黑旗的话 也是 非常困难 要等到这一天 可能是外边 已经白旗非常厚了 也不太现实 所以 与其自己孤单的去 跑孤旗 不如把对方 也一起 赶出来 这就是我们在 职业高手的 这个对局里面 会经常看到 他们的这种 在作战的时候的 一种思路 绝对不会 轻易的浪费 自己任何的 一个子力 而是要 强调 把这个子 利用起来 因为其实我们看 在围棋里面 很多时候 有些棋 你在这样的角度 看它是一个包袱 可是 当你换一种角度 换一个下法 换一个手段 它这个棋 有可能就变成了 把黑棋断开的 这么一块 一块有力的棋 就像实战 现在 白棋从这边打吃 那 对于 这个黑棋来讲 它这边被 眼位被 白棋灭掉了 它通过 这样的方式 比如说 黑棋提 白棋就藏进来 那这个棋 它是 作为棋精 把你黑棋断开的 但是如果说 自己去跑的话 那它就是 自己多了一块 所以在这样的 一个 一来一回之间 怎么去把握它 这就是重点 实际上呢 白棋打吃 黑棋跳 白棋当然是 要跑出来了 然后 黑棋间冲一下 跟白棋非交换 然后再一拐 然后再一拐 其实 相对 现在 活跃在这个 一线棋坛的 这些年轻的棋手 我们刚才也说 随着 这个 讯息化的发达 所以 这个职业棋手的 这种巅峰年龄 会越来越 年轻化 相比 活跃于 棋坛的 柯杰 唐伟新 十月 包括联校 这些 非常年轻的棋手 陈妖艳 虽然 也不到 三十岁的年纪 二十多岁 但是相比 其他的几个棋手来说 又要年长几岁了 仍然能够跟比自己年轻的棋手 在棋盘上一较高下 我想作为一个棋手来说 他是需要付出非常多的 据说 陈妖艳 是在这个整个国家队当中 他的用功程度是 排得上号的 听说 在这个国家队集训的 这么一个房间里 陈妖艳有一段时间 每天都是来得最早 离开得最晚的人 所以即便你在这个棋上 有再好的天赋 也离不开你 对于棋本身的 这么一种 用功 这种努力的程度 这一定是二者相结合 才能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我想天道酬勤 也就是如此吧 然后实战呢 黑席 把这个打吃一下 这边他都是趁着在 做活之前把这些棺子都收掉 因为只有在没有活之前 他搬是带着一个 先手的味道 以后的话 再搬就是收关了 有可能白席他就有 脱先不理你的这种可能性 所以这些细节上面 高手他们是掌握得非常清楚的 接着呢 在这边处理好了 这块棋 因为现在白席不敢断 断的话 他就直接打了贴过来 基本上 死活不成问题 有一个铁眼 再把这个 头 中间的头一长 这一长的威力 白席能感受到 这块棋 还是被黑席两面夹击 再者就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问题 以后白席 可能需要自己去花单关 这么低的效率去连回 所以黑席从这个 脱了一几开始的 这么整体的 这样一个下法是 把自己的这个 本身是化尴尬 为一个非常最终很圆满的结果吧 也再一次感受到了 陈耀业非常精彩的这么一个片段 好 各位棋友 这盘棋就为您介绍到这里